7月14日消息 近日 未来汽车创始人CEO李斌 在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时表示 美国政府应该为中国电动汽车 提供平等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李斌称 令他不解的是 特斯拉CEO埃隆 马斯克访华能够受到礼遇 为何中国公司向美国消费者 出售高科技汽车会遇到障碍 据悉 除了在纽约上市外 未来汽车超过四分之三的投资者 来自中国以外 世界应该更加开放 停止将商业政治化 李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全球政治氛围 与我们在2015口误准确时间时 2014年11月成立公司时 已完全不同 特别是在疫情引发分裂和对立之后 目前 包括比亚迪 小鹏汽车 蔚来汽车等 在内的一批国内造车厂商 正在大举向海外扩张 然而 由于面临高昂关税 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 十分复杂 而且 中国品牌汽车 或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组件 能否根据拜登政府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 旨在扩大美国国内制造 降低对外经济依赖 获得相应的补贴和待遇 也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消费者可选择各式各样的新能源汽车 为什么美国消费者就不能享受这些产品呢 李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准备 您要想看 这些词 由于身体重 不不不不不不不 怎么购乱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